有所需要的 定在地上 陪然爱网 résere 此生能和其他人 合作一步 也是作为爱的人 很骄傲的一件事 我爸爸和我 一直都很喜欢 女的电影 童年 认为 真正感受到动作细的 这份启蒙 degree 与我的 每次一提到 这算是米纳 爷爷爷和妈妈 都闭ising 聆解决 鸿烜剧 童铺 他们不相信 我怎么可能 完全都不相信 他们说 你又可以学这么多东西 人家要去加油 我说听了太耍了 他说好好拍 我第一时间我就帮我家里 这种喜悦是 没法用女人表 和他合作就是这种感觉 努力的幸福 你知道吗 整个剧组都沉浸在大哥的魅力里 无法自拔 和大哥相处下来之后 我觉得大哥其实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女人 他在现场他不专专心女人 他又是厂物 又是道具 又是灯光 他基本什么都会操这份心 什么都会去管 真的是我们年轻人的榜样 荧幕前和荧幕后的他完全是对 荧幕后他基本上非常兴趣 然后非常的好玩 那天真的是很热 特别热 然后好多人又得穿得特别厚 所以大哥请所有人 那一条街的人 那一条街的人 吃饼饭 真的像我们的大哥一样 这样来照顾我们 但是又觉得一下子 具体感就没有了 孩子就像我们身边里的家人 太棒了 太棒了 想在成文大哥说新的一年里 身体健康 不要这么累 排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多抽出一点时间去照顾好自己 但是我觉得这不肯 不肯了 因为大哥他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 再来 再来 一二三 他还是听着艺人要去挑战 艺人要去拼 真正的跟大哥接触到的时候 不然他其实没有想象中还要拼 大哥一直跟我们说 我们不拼观众不死 我们还要不论地学习 不断地继续我们家 希望能够有更多更好的作品 能够带给大家 光光无辜人的生命 我们极限后 走